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之年, 也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。 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, 2016年以来,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其他民主党派一道, 承担起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工作。 民建中央的对口省区是广西众俗自治区, 近日,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世杰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 近年来,民建中央发挥自身优势, 深入乡镇村寨、田间地头,开展多层次调研, 有力助推了广西脱贫攻坚进程。 这些问题呢,我们和广西党委政府做了交流,沟通交流, 基本上是逐项研究,逐项落实。 李世杰介绍,为推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落到实处, 民建中央还在广西建立监测点,持续监督调研。 同时,民建中央坚持预监督与帮扶之中, 不仅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, 还想办法解难题。 我们在这个进行监督的同时呢, 就是以实际行动来做这个脱贫空间工作。 我们动员企业家呀,到广西去扶贫, 促成了755亿的签约项目,这个成绩还是比较大的。 另外从两部搜三宝章,解决群众的吃水难问题, 我们也是协调资金的,是吧,950万元, 那个叫童心水贵,是吧,这个解决的吃水问题。 另外在教育扶贫啊, 包括这个房屋的那个上面,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。 此外,李世杰介绍, 沿边地区脱贫空间与开放发展, 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政策扶持等问题, 都是民建中央重要的监督方向和监督内容。 其中,教育扶贫更是民建中央关注的重点。 这个扶贫要先扶制,扶制要抓教育,这是我们一个重点。 农村教育比较落后,也比较闭塞,教育水平有限。 看到这个问题以后,我们很着急, 就由民建中央来组织,利用四元工程基金会这样一个渠道, 也动员各级组织来参与,我们来做教育扶贫工作。 我们这个有扬帆班, 这个扬帆班就是把贫困家庭的小孩, 小学毕业的小孩, 资助他们上初中。 到目前,我们举办了41期的扬帆班, 总共培养了2,060名学生。 所以我们这个致力扶贫方面是不予一力。 当前,毕业的扬帆班学生有94.72%考入市县级重点高中, 不少孩子及其家庭的命运因此改变。 李师姐认为,近年来, 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, 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中国大卷。 而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取得的成绩, 也充分体现了民间参与脱贫攻坚的决心和能力, 展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成果。 2012年的时候, 我们国家贫困人口将近一个亿是9,899万。 那么我们连续7年, 每年脱贫1000万以上。 那么到了去年, 贫困发生率由10.2%降到0.6%。 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就,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。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, 投入了巨大的力量, 动员全国人民, 包括民主党派, 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。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。 李师姐介绍, 民间中央将一如既往高效地投入到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中, 组织业务学习, 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, 提高履职能力, 努力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。